长生果的消息 打听得怎么样了 禀谷主 还没有进展 一群废物 属下该死 但萧苑已死 各路人马都蠢蠢欲动 说不定 那长生果也会因此陷身 属下再去打探 定不会让谷主失望 当年 南兴和教主曾立下誓约 传奇果和千月洞 谁先杀了武林盟主 便可统一行月教 可惜我为了长生果 急于奔命 小缘之事 竟让一个无官之人 抢了仙 一个死人的誓约 你当活人 还真会遵守不成吗 上官秋月 每次看到副谷主 如热锅上的蚂蚁 我就不端开心 眼下 萧白还未站稳脚根 正是千月洞和传奇谷 联手的好时机 如果你和我合作 趁虚而入 将那些白道中人 一网打尽 你的宏图霸业 指日可待 区区一枚长生果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无牵无挂 对长生果不感兴趣 倒是副谷主 拖着个药罐子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寻仙问道 吃斋念佛了 上官秋月 你也配提斯斯 不就是一枚长生果吗 我看你们到处都没找到 倒是比长生果本身更有意思 你不要不识抬决 不过呢 副谷主每次都能逗我发笑 我上官秋月也该知恩图报不是 长生果的最新消息 赠予副谷主 走 保证明快乐 还有一枚四季报道 我最新消息 寻思过 然后